看贾府的饮食思想有什么问题啊 关于饮食呢 古人的认识有时候是矛盾的 一方面古人认为饮食是欲望 要节制 皇帝内经说上古的人啊 他能够节制饮食 所以身体健康 能够活到一百岁才死 而今天的人呢 这个今天呢 不是我们今天啊 是皇帝内经那个时候 而那个时候的人呢 就不同了 那不规律的生活 酒醉以后行房事 活到五十岁就衰竭了 古人喜欢把吃和性放在一起说 因为他们都是欲望 但另一方面 儒家的饮食思想 还有另一种啊 就是孔子说的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说法 就是吃的东西要精益求精 我们人类呢 从追求吃饱到追求吃好 对饮食的欲望不断的膨胀 结果呢 就是饭菜越做越好吃 曹丕在典论里边这样说 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说一是长者之居处 三是长者之腐食 就是人一开始呢 只是关注居住的条件 因为这个是基本的生活保障 而讲究饮食质量啊 却需要三代人的才能实现 也就是说 对精细饮食的追求 要经过几代人的积累 《红楼梦》当中 从茄想到小荷叶小莲棚的汤 这是一种上升到文化层面的饮食水准 是假释家族武士勋贵 这种高端生活的积累 但是长期高端生活当中 这种欲望的高度满足 和家族衰败之间 到底有什么联系 饮食又在其中代表了什么呢 古人崇尚的是节育啊 节制饮食也是节育啊 有人可能会说了 说贾府很注意节制饮食啊 你看他们一有病就净饿为主 对吧 保育病都好了 还是一味的清淡饮食 这不是节制吗 这不是的 这还远远不够的 古人认为内心的平静安详啊 才是节制欲望的根本 贾府他削减饮食的数量 这个办法是治标不治本的 这种方式推延到贾府生活的各个方面 比如削减开支 削减人口 都是没有抓住根本 贾府在削减数量的同时 没有削减自己内心的欲望 而且人人崇尚 奢侈浪费 从不断的举办的各种大小宴会 还对日常饮食的精细追求 都能够看出来 韩非子啊 有一段话 这段话说的特别符合贾府的情况 他说人 要是有福气了 你的富贵就来了 富贵了呢 衣食就好了 衣食好了 就有了娇奢之心 然后就会做为理邪恶的事情 那么就会有可能夭折死吧 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 大难临头 祸福 这个祸福本来就来自于福气的 他又说了 人是以肠胃为根本的 不吃东西就不能活着了 因此就不免生出玉利之心 心怀玉利的时候呢 健康就堪忧了 因为因此呢 这个圣人要穿衣服是为什么 是为了抵挡严寒 就是足够那个暖和就可以了 吃饱了 是为了添饱肚子 不饿就可以了 那么大众就不同了 大到诸侯 小到小康之家 欲望都不能消除 终身不能满足 因此说 祸莫大于不知足 这两点可以很好的解释 贾府衰败的根源 也就是说 吃好的 穿好的 生出了骄纵之心 竟做一些邪恶的事情 不知足 大难临头 我们来看看 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啊 来 对于饮食的需求 和不断的膨胀呢 让贾府的道德天平 不断的发生倾斜 来细数一下 首先 家学当中那些小学生 为了图薛盘的银钱吃穿 沦为了薛盘的晚物 贾瑞呢 图薛盘的银钱酒肉 老请他吃饭啊 任他横行 霸道也不管 让学堂失去安宁 丧失人伦 亲属之间 名争暗斗 金融的母亲 胡适 本来是想找回尊严的 他去了那个贾真家吃茶 然后本来想找回尊严 但是呢 为了家里省一些吃的东西 喝了用的东西 他就忍气吞声了 那么智能儿 倒茶给宝玉和秦中吃 那么这只吃茶里边 就暗示了一段 僧俗偷情的丑事 僧俗偷情啊 在古代的时候 是绝对不允许的 是破计的 所以导致了秦中和秦邦业的死亡 贾秦呢 得到肥缺 吃喝嫖赌还不够 还要向贾真领年货吃 被贾真骂 太贪了 贾真呢 就和顽固子弟 一群顽固子弟 夜夜剧赌 斗厨艺 比哪家厨子好 做吃的 只是把这个骑射和演练呢 当成一个广子而已 姑娘们也不消停啊 大官员自从有了独立的厨房之后呢 重大的矛盾和纷争 几乎都是关于吃的 让看傅小姐思琪大闹厨房 糟蹋了很多食物 柳家的呢 因为 福林霜 玫瑰鹿被查 然后彩霞 又替赵姨娘去偷福林霜 等等 把贾府闹得人要麻烦 贾府是从上到下 都在为了吃 和如何吃 这个上面 不断地打破规矩 僭越 毁坏礼教 他们并没有说明确的和这个制度啊 习俗啊 和律法 做对啊 但是他们在争夺 争夺的就是对食物的这个占有权 吃饱 吃的有身份 有体面 获得更多更好的食物 让我们看到他们不断膨胀的这个私欲 曹理琴写的 不仅仅是吃的政治 也告诉了我们这个家族衰败崩溃的原因 就是道德的彻底失衡 而道德的彻底失衡 这一切是通过饮食来表现